很多时候男人对女人的容忍限度是很大的 尤其是对自己喜欢珍惜的人 但是有的时候女人做的事情会让男人忍无可忍 尤其是在婚姻中作为妻子有三件事一定不能做 否则会伤害到老公 一和别的男人搞暧昧 男人最不能容忍的事情 大概就是自己的女人给自己戴绿帽子的行为了 爱情是无私的 尤其是男人这么爱面子 就更无法忍受自己的女人背叛婚姻和爱情了 记住千万不要 二嫌弃和数落男人 不要去对自己的老公冷嘲热讽和嫌弃他 如果连自己老婆都嫌弃和打击男人 只会让男人越来越没有自信 同时也会让你们之间的感情走向破碎 所以很多时候女人一定要多鼓励自己的男人 三在外人面前不给老公留面子 男人的自尊心极强 很多女人喜欢在外人面前直接接老公的短 一点面子都不给老公留 回家关起门来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 但在外人面前不能让他丢人 就是在打你自己的脸 一段美好的婚姻是需要两个人一起去经营的 我们都是因为爱情而结婚 而走在一起 希望两个人可以好好的过半辈子 尊重对方是相处的第一要求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